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笔交易也就是四换二的交易 在交易结束后 森林郎老板哥伦泰勒在采访中表示 两支球队的交易谈判是匿匿进行 西伯杜已经深知巴特勒无法为森林郎带来胜利 他希望得到极战力 虽然最终未能清理几羊的合同 但得到科文顿与沙里奇这两个风险战将 森林郎的攻防体系也能重新塑造 巴特勒这笔交易完全后费成76人组建了三巨头组合 其实这个组合更该蠢之为三巨头 因为费成送走了队内两个重要的三地球员 科文顿与沙里奇不仅防守出色三分球不错 本赛季科文顿场均2.3个三分 命中率39% 沙里奇场均1.6个三分 命中率31.5% 上赛季39.3% 场均命中两个 而巴特勒本赛季命中率37.8% 场均命中1.7个 本赛季马斯场均0个 恩比德场均1.2个三分 命中率30% 这三人在技术上的短板都是三分球 本赛季马斯是根本不会三分 而巴特勒与恩比德的三分基本等于叛千 结构三巨头组合的成立 不一定能帮助费成走得更远 不过这比较易的达成最佳心的 还是修斯多火箭队 早在10月26日 ESPN铭记沃神就在推特上报道 火箭队更新了对森林郎球员吉尼巴特勒的报价 火箭队在这笔交易中 愿意送出四个未来的首轮签 随后交易筹码曝光 为马奎斯克里斯加布兰特纳特加未来四个首轮签 在森林郎接到报价后 立马拒绝了这份报价 并表示要交易巴特勒 必须将埃里克格登加入 而且要接受集养于下4800万的合同 火箭队总经理莫雷难以接受这样的报价 之后只能平治 修斯顿组建四巨头的愿望一直未能达成 熟悉来看森林郎阻止火箭队组建四巨头 四个首轮签的报价都拒绝的理由只有一点 不想上西部太多的强队 森林郎还希望能进入季后赛 不想有更多的敌人 而且森林郎老板格伦泰勒明确表示不想把巴特勒留在西部 他希望西伯独将巴特勒送去东部 一开始里地点是热火 可热火交易巴特勒的筹码越是理查的增本赛季状态大勇 场均21.4分6篮板4.7助攻 命中率53.6% 三分命中率46.7% 比巴特勒的数据还要优异 所以热火放弃了交易得到巴特勒 如今76人已愿意送两个集站立 森林郎管理层参的冲击季后赛 不暑光就决定了把巴特勒送到北城 火箭队在上赛季绝单到此赋于勇士队后 他们一直在为击败勇士队做补强 以美金下给了保罗斯年1.6亿 在自由市场上只能一进一选廉价球员 从目前来看效果不太好 莫雷与德安东尼一直期盼着巴特勒这个全明星球员 来到休斯顿帮助火箭队走出困境 能在本赛季再次刹入击决抗击勇士 火箭队老板菲尔蒂塔也愿意为巴特勒续支付收取税 他们真的很想击败勇士 但76人这一次成了火箭抗勇的半角石 文言小白